我现在在吉利瑞兰展台 那旁边这辆就是瑞兰7 这是瑞兰在这次上海车展发布的旗下第二款车型 这款车的定位是几款紧凑型的轿跑SUV 当然这个车型已经是量产版了 那这次虽然没有公布更多的信息 但是咱们可以看一看车 外形设计可以说很有瑞兰的特点 这个跟之前的瑞兰9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过程式的前卫灯 分底大灯 虽然这种样式整理布局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但是可以通过细节看到它一些特点 对吧 比如说大灯的外块 一个灰色的包边 那同时整个这个前卫灯的宽度会更厚一些 往车身侧面看 一个很有运动感的轮圈 同时这个尺寸是235 50 29 可以说从宽度尺寸来看的话 很符合它轿跑的身份 另外可以看到这边是有摄像头的 我估计它除了一种高级的自动驾驶之外 还有一些哨兵功能 往车尾看 一个轿跑的车身线条还是非常流畅的 确实这个整个造型还是挺有运动感的 那整个尾灯样式 也是有自身特点的 除了贯穿的样子之外 在两边还有不同的这个竖条的一个布局 那同时呢 车尾非常干净 它没有那么多过多复杂的线条 我觉得这种造型挺好的 作为一个轿跑SU 它并没有设计这个后雨刷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并不是跑起来的一个真空区 真空区在这里头 所以其实这种车型这种造型倒是不太需要一个后雨刷 打开后部枪之后呢 整个内部空间还是挺宽敞的 主要轿跑的造型就是一个仙背的样式嘛 那这种结构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变性 就是后部枪开口更大 放置一些大体积物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更轻松一些 在整个隔板下面呢 还有一个储空间 比较深的一个坑 可以说储能力表现还是不错的 看看车内 咱们车内整个内饰风格 依旧保持这种新的原车简洁的样式 一个小尺寸的一丁一表 我觉得对于日常形态来说 这个信息量应该提供的没问题的 不需要太大 同时它会准备一个HUG小型件事 所以这个组合起来我觉得没问题 另外大尺寸中方出风皮 这个尺寸确实够大 我估计得有一个15英寸16英寸的样子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横向出风口 包括两个手机位 一个带五眼听电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储格杯架 包括双开的中央服务箱 同时在整个地下下方 还有一个不小的储物空间 其实整体表现可能你觉得 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鲜感 但是这种设计确实 第一很耐看 然后同时呢也很耐用 就是很有实用性 方向盘手感不错 而且这个颜色是灰色加蓝色 这种组合还是挺少有的 一个两幅式的方向盘 过感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整个造型样式 确实符合一个新的整体表现 能够带来更多新鲜感 而这个座椅的面料 我觉得摸着还是挺细腻的 不错不错 然后咱们再看看后排 来到后排 整体表现其实比想用中央更好一些 一个是腿部空间更宽裕 另外头部空间也没有那么压抑 我觉得在后排的乘坐空间方面 表现还是挺意外的 另外这个座椅挺柔软的 能够带来不错的舒适性 主要这个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整体的贴重度 对身体还是不错的 地板纯屏 出风口 USB接口 DFH都有了 刚才看到一个细节 你看它车门上是有氛围灯设计的 但是当你开门的时候 这个氛围灯会变成红色在闪烁 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后方的一个提醒 这个设计还是挺新颖的 说到就配置方面的事 因为从这个车辆 目前雷达的布局 这些可以看到配置方面 可以判断它会有像L2 旗的驾驶辅助 自动泊车这些功能 那么车机方面 从之前公布的信息来说 它会配备一个骁龙8155的芯片 所以这个车机的反应速度 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 毕竟是基于极力极端齐下的 所以对于车机的表象 就觉得这个基本就不用担心了 那动力方面 据说它会产为一个后置电机的布局 它是一个后驱车 难道这个驾驶当中 可能轿跑ICV有些选择 但是后驱的确实不多 对吧 然后巡航领商方面 从刚才仪表的数据来看 它的巡航领应该会在600公里左右 那接下来就看价格了 那如果说这款车 价格能保持在 比如说15到20万 从这个轿跑的外观 包括车机功能 以及需要能力看的话 还真是挺有性价比的 那你觉得它买多少钱合适呢 好 iPad 265 6 7 7 9 6 9 7